我都累上狗一样 我真的不知道有帮我爬上去 我都累上狗 吃饭了吗 狗的 嗨 大家好 欢迎大家见面了 今天打算来爬山 这个山叫轿子雪山 是昆明这边海拔最高的山 大概有4200多米高 然后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点是 3147米 昆明这边的平均海拔 大概是2000米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雪山 你来的路上你一直要开那个爬山 爬山公路上来之后 买了票 要先坐那个百度车 然后再坐索道 然后才开始正式爬山 它是包括了来回的 百度车跟缆车 还有门票总共是135一个人 只有在山底下有那个小吃摊 山上就没有了 这一路上 我们现在要去坐百度车 是那种小巴 坐上人挺多 还需要戴口罩 妈妈刚好带了日本这个 寄过来这个口罩 有点小 但是在雪山的话 这样的口罩是特别好 因为它的厚度够 雪山山上的风很冷 然后戴着这样的口罩 是刚刚好 你看到这边你看 这不太熟悉了 本来就搞一点就好 你看我带了这个 这个嘴巴出来 带这个里 夹到那个 那个鼻子 夹到嘴巴 太熟悉了 带起来相互签字本着呢 在我们广东很少看到 就是基本上没有这样的 但是像云贵川啊 这样有伤的地方 这样的路就很多 前方都是雪 这个大巴走得有点打滑 所以它走得很慢 现在到了下车点 我们要去坐缆车 我们南方人没有看过雪 哇好漂亮啊 感觉好美 从来广东都没有看过 长这么50多岁 有60岁还没有看过这么多的雪 你看我们走在雪山 哇 你看你看你看 好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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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碰我 啊 快点 你的红色衣服跟着白雪很搭 哟妈妈 啊 啊 只能坐两个人哈 两个人 啊 还没水 快上 快上 快上啊 啊 哈哈哈 哈哈哈 哎呦 那很快耶 你不上它就过了 昆明的气候是很奇怪的 昨天才两三度 然后今天就到了15六七度 它的温差是很大的 所以在昆明的话一天可能要准备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 刚下的缆车 啊 好热的 现在才3500多 前面看到一个在猪八店背媳妇 30斤的巴 加上120斤的人 现在是3850米左右 怎么样 你还行吗 太累了 坐一下就就好了 现在是中午12点半 我们开始吃饭了 因为这边是没有餐厅的 有些小摊 那些零食啊 水之类的 所以呢 全部都是只能自己自带的一些自制米饭 倒倒水 等一下 这些是山的米 一心倒雪的呀 看看人家怎么做 看看怎么做倒水 把米装进去 把米然后倒水 然后听到那个 好香啊 现在调配完了加矿泉水到这个 这个锅里面 等一会烫到 哇哦 水地里煮饭 这儿 奶奶你弄车啦 对 已经开始冒烟了 然后我现在来剁着一个海底捞 米线 哦 蔬菜 哎 蔬菜嘛 一样的 还有牛肉 哇锅底料 那这水不够啊 我们这瓶 实在没水用雪也行吧 你用地上的雪啊 没跑也可以的 这样 这样可以吗 哎那个雪 不要进去哦 虽然说雪可以吃 但是你你抢的是我们走的那个雪 用这边的雪干净一点 坐等开吃 试试看怎么样 土地里吃辣牛肉 好好吃 熟吗 我现在米饭熟 我试一下好不好吃 这饭有点滑滑的 跟我们平常吃米饭不太一样 你家里米饭好吃 因为它这个饭是处理过的 这是菌子 好吃 菌子牛肉 哇这个饭真的挺好吃的 好滑啊 你家里米饭好吃 因为它这个饭是处理过的 不是说家里 你吃热腾腾的米饭 这还是我第一次尝试 你觉得这个好吃还是刚刚那个饭好吃 肯定那个饭好吃 哎这个不好吃 我觉得这个好吃一点 现在刚吃完饭 准备继续前行 米山顶还有2300多米 好陡啊 我觉得下去才危险 上来还好 怎么样 累的都说不了话了 还有2.3公里 而且是往上的那种高度 我现在到这个地方叫月亮台 大概是海拔3900多 后面的那一个就叫做轿子顶了 他们说看着是不是像一顶轿子呢 我是看不出 一顶轿子上面那个顶 应该那边就是最高的 最高点在那 这里不是写着禁止翻越护栏吗 大家都还是在里面玩 小天池 已经结冰了 这样结冰看起来好像家里炼的猪油 这边的雪已经开始融化了 太熟了 快到了 你看 前面的这一片就是杜鹃花海 到了4月的时候 这漫山遍野的杜鹃就开了 不知道能不能爬上去 海拔越越高 氧气越越少 我们也没有带什么氧气装备 脑袋有一点疼 手有点肿 好像我的手有点高原反应 我这样爬又拉死了 你又拉死 你刚刚已经拉了几次了 一勒一进 你很不错啦 已经能达到4000米了 还有200多呀 不能放弃嘛 哈哈你个头啊 万毕 虽然爬又爬得这么扬 我那个肥油不好 一窗太多 这边的盲层挺好的 你看背着小孩伤伤 自己爬都喘不过气 还是背着小孩伤伤 我都润像狗一样 我真的不知道有帮我爬上去吧 快到了快到了 加油 加油了 爬不上 还差那么勇端呢 也很高 上面有什么我不想起的 现在已经到轿子的帘子这里 叫轿帘4080米 我觉得我还能上 我没看错吧 我以为我快到顶了 前面那一条路 还要这样子弯上去 现在已经快4点了 我们从10点到现在 几个小时了 妈妈可能是上不来了 她在下面等着我 我觉得我要试一试 最后这几段路比较陡 走上去看看 我能不能登顶 说这路的工匠才是辛苦呢 太不容易了 所以我也不能放弃 那边是一个观景台 通过这里就到山顶 狗狗都爬上来了 太累了 我不能 我不能不如一条狗 我上来了 这些223米 这边的话 它其实跟那种 5000米啊 6000米的雪山不太一样 我之前去过黄龙 它是5000多米高的 但是它没有需要走 这么长的路 我们大概走了4公里 而且它是一城一城往上的 特别特别累 我妈妈上不来 有点遗憾 但是我替她上来 看一下这个观景 太漂亮 一朗重伤小 大自然真的是鬼斧神功啊 哇 太可怕了 你睁开眼门没事的 我怕 太可怕了 不敢了 不要这样了 逼我了 我害怕 我害怕